新冠肺炎疫情 消毒灭菌自我防护的工作不可少 现员张美惠在去年 就协助花莲市中正国小 购置了图书紫外线除菌机 操作很简单 让学生借阅图书可以更安心 有效来消毒书籍 也减少细菌传播的做法 成为了校园防疫超前部署的力气之一 现员张美惠表示 学校图书室是学生经常使用的公共空间 为了维护师生借阅书籍的健康 在去年他就协助花莲市的中正国小 购买一台图书紫外线除菌机 放在图书馆让师生来使用 希望可以借此提升 馆藏资料的使用率 也让学生可以安心的借阅图书 我们在去年就得知中正国小 有希望在他们的图书的空间内 能够有书籍的紫外线除菌机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当时想如果对孩子们对小朋友 在这个各项的防护工作是能够有强化的一个需求的话 那当然一定要来支持 所以就是来帮助学校添购的这个机器 那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这样的疫情 其实防疫啊抗菌啊消毒杀菌 这些所有必要做的防护措施都是很重要的 都不能够轻忽 那这一台机器就派上用场 那我们也觉得学校很用心 那校长老师们都在这个预先的一个需求上就提出来 那现在也让孩子们就是又增加在借阅书籍的过程中有增加一个防护力 那我们想其实是可以来推广让各校也都能够有一个加强防护力的这样的一个力气 有了这一台图书紫外线除菌机 学校志工图书们更是勤加使用确保学童的阅读安全 那当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学生其实非常的多 那学生在借还书当中 那因为可能会带到家中再回到学校来 那怕可能有一些时候可能一些传染病 包含当时候流感肠病毒等等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学校当中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所以当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想法 是希望校内当中我们的两间图书馆也都可以有除菌机 来为我们孩童在阅读习惯当中 也能够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中正国小学生数将近有一千人 图书的数量有两万四千册 学校同学阅读风气新顺 借阅率相当高 有了图书除菌机 让书籍的卫生清洁更有保障 借阅会幻事报导